在北部獨了上班以外 出來 若是還有小孩的小孩 需要照顧 就常常會發生 這個效果不夠的問題 所以民間團體 透過政策 催生聯盟 他們是讓政府要來修法 把育英家放給人 用力 也要點錢來請 而且還要開放到小孩 八回進場 醫生說 喔 你的孩子常病毒了 那要再停 要再停課七天 隔了幾天之後又傳給大寶 所以就是說這兩個孩子就是 呃 就是那個月就是停課了半個月 那個時候我真的是想說 喔 乾脆就是辭職回家照顧小孩算了 都有政策 催生聯盟 在父親坐這天開機家花 表示現在的這個 家庭照顧架和輸架 兩種架架架起來 今年不能超過十四天 家屬北部在香港中心的年組不夠 就沒什麼在手架 如果準備用用的架 只能用一個月來做 穿家的單位 而且小孩如果超過三歲 也不能再用 真不合理 雖然現在有育嬰架 但育嬰架有兩大限制 第一個是他只能以月為單位請領 只能用到小孩滿三歲 所以根本是不合用的 那當爸媽用盡手中所有的牌 最後無可奈何的選擇 可能就是其中一方辭職回家照顧 林甘團體給我建護 要受到的心肺鎮做平等法 主要有保護法 而且把本領用的家的制度 讓家庭堂用一例 放這十點錢來請家 也拿出訴求 林甘伯八歲之前攏堂簽 無論身體基金會也講到 保護會怕有全球的空間 已經是國際出世 政府應該對世界的腳步做改變 既然是國際出世的規定 在北部的